小姐你好 今天要到哪裡 外旅客的出國前 不用急著到討約機場託運行李 因為在機節通車之後 就可以在台北A1站直接先掛 A1車站提供於特域版登機 以及行李託運 台灣第一次不用到機場託運行李 但初期具有華航長榮提供這項服務 這裡就是機節直達車的車廂 而他們每一個座位設計 除了比較寬敞之外 還有更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的座位下方 可以放一個20吋的行李箱 座位底部新增柵欄 貴重行李可以直接放 同時還拆除部分座椅 擴增行李的放置空間 多放50個28吋的行李箱 這樣大概會減少8個座位 剩下的座位就是多出來 變成行李可以自放的區域 坐下來之後你會發現 在扶手的地方有一顆藍色小按鈕 原來它就是閱讀燈的開關 貼心設計還有杯架改成無線充電座 全線還有免費Wi-Fi上網 車廂內設有LED看板 隨時更新搬機資訊 而行李架的空間大小 直達車與普通車不一樣 直達車是A1到S3 那你的專門服務機場這一段 那所以它的行李可能會 物件會比較大 所以它設計的那個行李架會比較大 入到不正確的行李開始移動完畢 大型洗車機幫列車洗蓬蓬 分成五階段清洗車體污渍 在噴洗過程中所用到的水 都會透過水溝的設計流入蓄水池 回收再利用 專屬設備強調環保節約用水 沉澱 過濾 繼續使用 回收再利用率可達到73% 那我們回收水會經過滅草菌處理 然後還會經過一個活性碳的處理 回收再循環使用 除了保養維修 通車前的測試也不能少 全載重測試用的是一袋袋的沙包 呈現重量 可以看到在車廂內 整個所有的空間都擺滿了沙包 而這沙包一袋有多重 真的好重喔 因為這個一個只有25公斤 超難拿的 25公斤重量只是一袋 但以一截車廂可以搭滿220人 每人70公斤重 等於再重15.4噸 必須放置超過600袋的沙包 因為你要磨擬出那個重量 那你光是對沙包 像這種都是要靠人力去搬運 所以這是很麻煩的對沙包 一切準備就緒 但未來通車後還有考驗 它可能跟它原來的運去的方式 來做比較 萬一這個不符合預期的話 運量如果沒有辦法達到它的目標 那將來也會影響到 後續的永續原因的問題 年代20年讓台灣民眾等了好久 季節今年來真的 不只增加旅客出國的便利性 也竄起北北桃三都的生活圈 全世界 歡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